第一场比赛由新立队实际战况激烈而靠人之下 新立队在前五局以7比0摇摇领先 可是六七八局实际队努力反攻 在新立队内野手臂连连失误之下 竟然追成了7比7平手 最后一局后半实际队又得一分 以8A比7反败为分 第二场华兴战开南吸引了更多的观众 华兴队在前三局就已5比0比先 并且排出郭元智、张卫兴和武茂东轮流担任投手 三阵队方九次 而第六局华兴一出时 教练发出了七声打的暗号之后 开南投手故意投出了一个高手 蔡兴辉跳在空中以放免弥强的打撞球 被裁判判为离打击区一球而出局 华兴连连把刘秋农等好手换上之后 连续六支安打得到9分 比赛一局超过10分以前结束 华兴以14比2得胜 并明明中午和十进队升得冠军 伞长将冰武范围赢转的反応 帮助撤判为离打击 并且学充号 完成了一副